HELLO 各位同學,大家晚安啦,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我們星期一的晚上啦 來,我想直播一開始,我們先確認一下 來確認一下這個連線是不是正常的 哎呦,我要先有問題的 來,上來的同學呢,跟我們大家打個招呼 讓我知道一下有誰已經上來了,好嗎? 來,我從我的電腦還看不到我自己咧 啊,OK,好了 來,OK,Spring上來囉 HELLO SPRING,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每個星期一啊,都要跟大家來聊一聊 好,這個跟紫薇,或者說跟性命學有關的一些話題啦 那你們知道嗎?就是說,從服務很多同學 其實大家最常被問到的 應該是說大家最常問我的一個問題就是 老師,我什麼時候財運能夠變好? 老師,我什麼時候能夠變有錢? 這一類的這種問題啊,層出不窮 那也的確啦,財運這兩個字喔 不管是說從什麼紫薇斗數啦 或者是說從這個叫做什麼風水啦 他的排行榜都是第一位 看來大家對於這個錢財的需求 不過,的確是非常非常的,我們怎麼講說 非常的,需求量非常的重要啦,對不對? 好了來,Candice晚上好 好了,東東晚上好 好,那所以呢 但是我也常在講啊 就是我們要判斷一個人喔 就是,嗯 我們說你這一生也好 或者是說呢,你的財運也好 到底,嗯 能不能夠成為所謂的這種 我們俗稱啊,世俗人常說的有錢人 跟你的花錢態度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呢?因為我相信喔 其實現代的現代人 賺錢能力,原則上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Hello John Lee,晚上好喔 Hello Oh Good evening 玉莉晚上好 朱棣晚上好 這個賺錢能力都沒有問題 那關鍵就是什麼 賺錢能力叫做財 那然後呢,我的財進到我的口袋裡之後 我錢能不能夠留下來 這個才是關鍵 這個叫做酷 那錢能不能夠留下來 我剛剛講了 跟我們花錢的習慣 跟花錢的態度 就會有很大的關係啦 那所以啊 我們在直接跳到結果論 說老師,我的財運能不能夠變好 或者是說老師,我能不能夠變成有錢人 在回答這個答案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 從子威命盤的角度來切入的話 我們到底有沒有條件 變成所謂的有錢人 所以來 現在大家先幫我做一件事情 好不好 很簡單 拿出你們的黃金手指頭 你右手也好 左手也好 先幫我把今天的直播 分享出去啦 OK好 OK 哎唷喂呀 哇 我們今天有一些新同學上來喔 比方說像李山 各位有看到李山嗎? 我們大家跟新同學打個招呼好嗎? 哈囉 李山,晚上好 然後 Lovely Bear 香蘭 然後我們的素香 Cream 美玉 哈囉,大家晚上好 吃吧 那老同學互相呢 打個招呼 好 然後呢 但是我在進入今天的主題啊 我快速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啊 就是其實我們在講 看子威斗樹的時候啊 我們常常看說 啊,我財運好不好 我的婚姻感情好不好 我的健康好不好 我們通常都會執著在 直接看這個財博工 或是看什麼相對應的工位 但其實子威斗樹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我自己本身的命格 命格是誰在掌控 就是命工啦 所以齁 先那個什麼 先幫我做一件事情 先看自己的命工是什麼主心 這個很重要 當然啦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先把自己的命盤呢 給準備好了 好不好 OK 那然後呢 那我們今天會討論到這個有沒有錢啊 能不能存到錢啊 能夠賺多少啊 這一類的話題啊 其實 命格佔了將近90% 佔了非常大的一個比例 那可是我相信 講這個命工的這個主心啊 各位同學 不論說從 不論是從這個節目上啦 或是其他的直播上 其實你們都聽很多了 那麼今天呢 我不跟大家講命工 我們講比較針對性的 我們講財博工 好 那這個財博工 我光聽這個名字 我們大家聽這個名字 就知道喔 它跟錢有關係喔 但其實財博工它主管的東西很多咧 它主管什麼呢 第一個 它主管我們花錢的態度 第二個呢 主管什麼呢 我們理財的觀念 第三個 它也主管我們物質的享受 誒這物質享受什麼概念 像可能有些同學就會覺得說 我同樣是吃滷肉飯 我一定要吃全台灣第一名的 那路邊攤的我不吃 有沒有 有 那另外一種物質享受 就是說我開車 我一定要開好的車 同樣是電動車 我可能某某牌的我不開 我偏要開某某國際很知名的牌子 類似像這樣子物質的享受 那財博工也可以看我們物質的享受 那我們常常講物質享受跟精神享受啊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會注重精神享受 我也是講說身心靈要契合嘛 是不是 好啦 所以這個生理的契合還不夠 心理的契合也很重要 所以這種心靈的享受其實是福德工在管 但今天我們不討論福德工 那這個還包括什麼呢 我們也可以從財博工看職業喔 但今天我們就聚焦啦 聚焦在花錢的態度 我們要先了解自己本身花錢的態度 才知道未來如果我想要存到錢 或者是說未來我真的有那麼雄心壯志 我要成為有錢人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調整 好 那所以還是一樣 先幫我把直播分享出去啦 那不能免俗的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真的要從一個紫微命盆上面 看到底是不是我這一生 到底能不能夠有錢 到底能不能夠存到錢 我們要看三個工位 三個工位都要一起看喔 要看財博工 要看福德工 要看天宅工 一定要這三個工位一起看 我相信線上有同學自己本身對紫微讀書很有興趣 或者呢很喜歡看我們命運好好玩的節目 我們有很多老師嘛對不對 這個張老師 阿美老師 阿美老師唱歌也很好聽耶 雖然一直在找機會 想要跟他再PK一首 好啦有機會再說啦 像這一類的其實在節目上 大部分都會比較著重在命工的主心 或者是說其中一個工位的主心 但是其實我們在下結論之前 為什麼要叫科技科技 其實科技就是我們要多方面去考量 那所以我們要判斷這一生 到底能不能夠存到錢 到底能不能夠成為有錢人 到底能不能夠實現我的夢想 財富的夢想 能不能夠財富自由 必須有剛剛那三個工位 福德工財博工 還有天宅工一起看 好啦前面這個囉嗦學禮的部分講 講完了啦 再接下來齁 我要進入今天的重點 那今天的重點我們會聚焦 聚焦在財博工 所以來各位同學 哈囉小紅晚上好喔 各位同學 手邊有紫薇命盤的 先幫我找到自己的財博工 很重要喔 我們今天不看命工啦 我們先把命工放旁邊 Let it go OK今天讓他去休息 讓他放假 今天我們只看財博工 那我知道財博工喔 每個同學都有財博工 但財博工裡面的狀況不太相同 有些人很乾淨 有些人有很多小心心 可能還有什麼畫技呀 什麼青陽其他殺心 我們不要這麼複雜 我們單純化 欸 Hello Candice 我們現在請各位同學幫我做一件事情喔 把你們財博工的主心給打下來 我相信有些同學可能之前講命工的主心 大家會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好像覺得就是說 我把命工的主心講出來 那是不是代表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我的個性是怎麼樣子了 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今天講財博工 財博工 那財博工 除非啦 除非你真的很有心去往回推 那往回推也不一定推的對 那你就把你財博工的心給留下來 你那個小心心不用留喔 我們今天只看主心就好 只看主心就好 哎呦 Candice說是天同喔 天同不錯啦 天同 等一下會講到 今天會講到 Hello Sarah 晚上好 李三說只有一個破君 李三這個破君還真的是像你 我跟你講 超級像你 OK 好 我看今天有沒有機會可以講到破君 OK Hello美君晚上好 好啦 留下來目前我看到了有天同 有破君 然後這個 Maggie說天同畫技加太陰靈心 OK 好天同今天一定會講到 好 那所以小便提醒大家囉 先幫 呃幫我把財博工的什麼主心給留下來 好 好 沒有問題的話 來 我先講今天的第一個主心 Sarah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 Sarah 你可以先找這個呃 紫薇命盤 你看自己有沒有手上有沒有紫薇命盤 沒有的話 沒關係 因為在google上面 google 那個search 那個搜尋引擎上面 你打那個免費紫薇命盤 你輸入你的出生年月日時 就會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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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君是天良化權 OK 好也不錯 也不錯 好的 那首先我現在講第一個 第一個主心呢 第一個主心講什麼 講紫薇 來我問一下 不好意思回答 Hello YJ晚上好 不好意思回答的 不好 或者說來不及打的 你只要回答我有 還是沒有就OK了 好嗎 來 如果說你的財博工的主心是紫薇的 有紫薇心在財博工裡面的 回答我有好不好 或者給我一個舉手的標誌 你知道這個舉手的標誌 誰做的最標準嗎 我們東東啊 東東每次進來的時候 就三個舉手的標誌 就是東東東東 東東東東 那四個 OK 舉手的標誌 有沒有紫薇的嗎 有嗎 好 有哈 配啊就是有紫薇的 好我先說 財博工有紫薇心呢 那我就講紫薇啊 他主貴啊 高貴的貴啊 就是像皇帝那样子 我们都知道紫薇斗术里面权力最大的两颗心是紫薇和天福 所以那代表就是说 我赚钱的能力 这绝对没问题 而且其实我赚的钱 我不是赚小钱 简单的说 你们以佩亚而言的话 他一般的这个工作 我们不要说 不要说看不上 而是对于他的一个人生追求和人生目标上面 他觉得不适合自己 所以佩亚在选择的工作上面 基本上 格调或者是说 在所谓的这个领域 相当于是比较中上阶层的 那除了这个职业的属性之外 其实你在接触的人事物 包括你的客户 都是属于中上阶层的 所以你的收入基本上 进来的也不少 但是我常说一件事情 刚刚有讲了 我收入多跟我有没有钱 这是两件事情 我相信线上有很多同学 其实月收入 年收入都不少 可是你们会发现 奇怪的 我可能过了一个季 或者说我过了半年 过了一年 我再重新去看我银行的户头 那都没钱 怎么会都没有钱 这个叫做标准的什么 有财 无库 所以针对佩亚而言的话 难道就是 我觉得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赚钱没问题 但是你花钱的态度 你会花在哪边 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紫威他主贵 高贵的贵 那我们要想一件事啊 历代的皇帝 大部分 也有比较少部分是比较简约的 比较节俭的皇帝 大部分的皇帝 他们吃好用好喝好穿好 是不是 所以呢那以像这种财博公有紫威性 我们不要一直讲佩亚不要那么针对性 这种财博公有紫威性的就是他在对待很多这种 比方说日常生活的一个开销 日常生活的需求的时候 他会针对高品位来做选择 那所以呢那这样你说这样是这样是错吗 这也不见得是错啊 因为每个人对于生活的格调 对于生活的品位要求的不一样 那以佩亚就会针对自己符合自己的需求 而且是高格调的这个花费 他觉得该花则花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说 特别若是男性同学 男生啊男人啊 你的财博公有紫威的话 因为刚刚讲了 紫威他毕竟是个帝王之心 帝王之心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他在一个场合里面 他就想要有一种老大情结 你知道什么叫老大情结吗 就是那种 你们看那个电影里面啊 那个大哥 都是小弟出事了 我帮你出头 小弟没有饭吃了 我买饭给你吃 小弟需要什么呢 OK老 你有事你来找大哥就对了 所以特别是男性的同学 如果你的财博公里没有紫威性 第一个 你在花钱上面很容易会因为什么 面子 面子来花钱出去吃饭 明明大家讲好AA制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能喝了点酒 或者觉得哇 这个心情大好 荣心大悦 就说今天不AA制了 今天我来请客 让哥我来请客 类似像这样子 那你说可能一季或者一个月来个一两次那就算了 可是关键是你可能是每一周或者你每三天你就来个请一次客 那这自然而然虽然说你赚的钱多 但同样的你的花费也会容易怎么样这样是让钱留不下来 所以就会建议咯如果说你的这个在财博公里没有紫威性的话 你要想你要让你赚的这个钱留下来的话 你务必你要找寻一个适合自己稳定的理财方式 那这个理财方式像什么呢 比方说像这种长期投资咯 基金咯 那当然你尽量不要选那种高波动的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个钱放到不动产里面 其实这也很适合啊 好吗 那所以这个呢就是针对如果你的财博公里面有紫威性的话 大家就多多留意了 好那再来有吗 我看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有 朱棣说我的命公是连针 贪狼代表什么 朱棣 如果你的命公是连针 那通常你的财博公应该是紫威才对 你好好对照看看 好不好 所以刚刚讲的 刚刚讲的 那跟朱棣就应该就很接近了 好 那命公连针贪狼代表什么意思 来朱棣我们今天先把财博公 财博公的内容给讲完 好吗 那如果今天内容讲完之后 还有其他的时间的话 没问题 我再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那第二个主星我们要讲什么呢 第二个主星我们要讲天机 好 所以各位同学现在帮我做一件事情 好好对照一下自己的财博公 自己的财博公 财博公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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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ce money house ok anyway 就是看财博公里面有没有天机这两颗星 有吗 好看一下 我们的彭媚文说有紫威和天府 很棒啊 财博公里面有紫威和天府 这是很好的一种组合 但是我们今天讲大方向 大方向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因为我刚讲了 其实一个公位里面他还有其他的小星星 其实小星星他会加分或者是减分你针对财运上面的表现 那因为这个变化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多加讨论了 好的来那我们来看有没有天机 Spring Spring 的财博公有天机对不对 ok 好 那以这个天机而言 我先讲天机星的一个特性是什么 天机星呢 其实它是紫威斗树里面最明显的一个动心 我讲句开玩笑的话啦 如果天机作命的不要介意啦好不好 天机啊就是财 这个紫威斗树的过动额啦 过动额体内 那个体内能量非常非常的强啊 所以天机很喜欢动头脑 动嘴巴动身体 那这么强的一个动心 它跑到财博公里面 那财博公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用钱的态度嘛 那用钱的态度 你要想 这个财啊 它的这个动性这么强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啊 如果说你的财博公里面有天机星的话 你的财务状况 你的周转性 你的周转性非常的明显 周转性是什么概念 我们先讲啊 周转性强的这个职业 有什么好不好 周转性强的职业 比方说像是 像是什么呢 银行 银行对不对 然后可能外汇啊 我一直周转嘛 有人借钱 有人还钱 有人存钱 有人提钱之类的 周转性很强嘛 银行自己本身也在做投资哦 是不是周转性很强的行业 金融业 那还有第二个是什么 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啦 你是做生意的 那做生意常常可能 我要怎么预付账款啦 然后要收款啦 那或者我可能要跟银行借贷啦 又或者我要预付货款啦 之类的 这种我常常会有这种中转性的一个职业 那这种也很适合你 还有一种职业也适合你 是什么呢 叫做运输业 你不要想看运输业耶 你看前段时间 台湾的这个 叫什么 航空股 航运股 哇 这个 对不对 这个生意蓬勃 虽然现在好像遇到一点问题 但没关系啦 我们不要讨论 不要偏题啦 像这种运输业 快递业 贸易业 我的这个行业的性质属于 我要一直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这种也要周转性强的一个行业 所以呢 如果财博工 里面是天机的 那我建议你们 你们在这个 职业的选择上面 最好能够符合我刚讲的那几种特质 不然 你这个天机的能量 很有可能 他就转到另外一种形式啦 或者他就走另外一条路啦 因为他找不到适当的这个能量 找不到适当的方向去抒发嘛 我常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年轻的青少年 特别是男生 要去多打篮球 因为我这个青少年 我多打篮球 可以宣泄掉精力嘛 宣泄掉精力 我男生就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才能够专心看书嘛 我才能够真正的坐在房间里面 心能够静得下来 不会调皮捣蛋嘛 那一样喔 那我财博工里面有这么强的一个动心在这里 那如果我不从职业上面去把这个东西给宣泄掉 那这个动性它会转到哪边呢 转到投机 所以你会发现喔 如果说啊 我在我的财博工里面有天机心 但是我的职业 比方说啊 我可能是个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我每天都坐在电脑前面 啊 在那边发呆 然后每天在那边打打打文件 我也不怎么动头脑 我也不怎么跟别人共通 我也不怎么动身体 那这个时候这个动性就会往投机去转了 因为投机比方说 什么叫投机 我比方说啊 像这个啊 做期货 我先讲啊 期货有它的专业性 但问题是 如果你的天机心跑到财博工 很抱歉 你的期货就是在投机 因为你只想赚块钱 那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股票市场而言的话 什么样叫做赚块钱 做短线吗 当冲吗 这种有点类似投机性质的 就会容易发生在财博工里面有天机的一个情况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最不喜欢的 就是赌啊 就是赌啊 因为赌其实赚钱还蛮快的 打麻将啦 钱得透啦 或者是说什么钱 以前有六合彩 现在好像还有吧 之类的 这种比较容易不劳而获的这种情况 就要特别留意了 所以如果说你的财博工里面有天机的话 那你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去提醒自己 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的一个花钱的态度 假设了 假设你在职业上面 没有办法适当的去把你财博工里面天机的洞性给宣泄掉 你的这个职业不是属于能够频繁的动头脑动嘴巴动身体 那你在花钱的态度上面 你不知觉的很容易就会走向一些动一些小聪明 动一些小投机 你知道啊 当我们人要投机的时候 其实我不担心你从头到尾都输了 或者我不担心你从头到尾都没赢钱了 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的是你曾经尝过那么一两次甜头 因为啊 你一旦尝过甜头 你就会认为哦 我就老了 我想得很周到啦 那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我决定了 我就是要做 而且一做就小偏 就说哈 就一把全部下去 但问题是 天机在财不攻的你 往往呢 你是十读 九书 那你这个花钱的态度 就把你 呃 原本就已经很有限的 财务的资源 全部给花光光了 好吗 要提醒咯 要提醒咯 好 好的 来 那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要去解决啊 假设说啦 假设说 你的财博光有天机的同学 那 老师啊 我的职业 我可能就是个 一般的 呃 很 比较稳定的工作 那起伏也没那么大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我要怎么样去 不要让我的钱啊 就是不自觉的 走到不好的方向 而那样乱花掉 很简单 你让钱 入库 钱入库什么概念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这十二生肖 适合存钱的银行 对不对 那适合存钱的银行的话 那举例来说 数老鼠的 因为有这个 我们线上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有香港 有澳洲 还有德国的这个同学 那每个国家的银行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没关系 那我以台湾而言的话 那每个生肖都有适合的银行 都有适合的银行啦 那如果你们真的还有兴趣的话 假设你们还有兴趣 或者是说呢 你们真的不知道的话 我可以跟小编讨论一下 是不是在某一次的直播 某一次的直播 我们再把这个主题拿出来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不好 好 好啦 那第二个 第二个组合已经讲完咯 第一个组合讲完了 来我看同学 Spring 说准 所以Spring 是干嘛 我讲到哪里说准 Spring 可以这样子啦 如果说 你真的实在没有去 没有办法去压抑自己 这种花钱的欲望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多去干嘛 多去布施 多去做善事 多去积善缘 这样子还不错 我觉得这样一举两得 为什么呢 第一个呢 你把你自己这种 莫名的这种花钱的欲望 你找到一个很 很正面的一个管道给宣泄掉 再来第二个 你也帮助了别人了 对不对 很棒 好 好来第三个 好来第三个 要讲什么主星呢 来 各位同学看一下自己的财博公 自己财博公 如果自己的财博公有太阳星的 有没有太阳星 Spring 说有 每个月都有很棒 非常棒 OK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解 这就是一种破 破什么 就是 破我在命盘里面所凸显到 可能会 或者是说他所隐藏的问题 好 常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如果我们从命盘上看到就是 你可能在今年牛年好像就是命盘告诉我会有刀光 刀光的概念就简单点就是雪光 但人家听到雪光都觉得很害怕 好像就是走出去买个面包回来身体都会变两半一样 没有那么恐怖啦 那其实我们要破解雪光这件事情 因为命盘它所显现的它一定会实现 为什么会实现 因为命盘显现代表它有一个能量 只要是能量它就要找一个出口 这个叫做化学变化 质量不灭定律嘛 我有一个能量我一定会找出口嘛 那与其我这边被动的等这个能量来找我 倒不如我先主动的去干嘛 捐血咯 对喔我也应该要捐血了 我三个月 台湾是三个月可以捐一次 我每次捐五百 哇 很棒 每次捐完心情都很好 好像类似像这样子 我主动去捐血 这也算是见血啊 那自然而然的 如果说真的命盘里面有一些不好 类似像雪光的问题 我藉由这种方式它就宣泄掉了 好的 太阳的有没有 朱棣说天象 我们看一下后面会不会讲到天象 Candice 说 老师不要忘了讲天童 Candice 你放心啦 今天绝对会讲到天童 好了来 有没有太阳的 有太阳的吗 太阳星 太阳有没有 太阳 中秋节大家有看到月亮吗 我觉得台湾的天气很 真的是 我记得老天爷 也算是帮大家一个大忙 中秋节当天晚上的月亮 超级亮 真的超级亮 我和家人 我们一起到顶楼去赏月 哇 那个月光照在我们顶楼的地面上 真的很亮 看的心情很好很舒服 我有没有许愿 有啊有许愿啊 当然有许愿啊 许什么愿 咪咪 哈哈 OK我们的缘分说太阳化路 OK 美娟说小儿子有 OK 很好 来了喔 嗯 基本上啊太阳它是怎么样呢 嗯 太阳如果在财博宫 其实它代表就是说 这个人的个性啊 第一个呢 很喜欢工作 很热爱工作 但是相对的他哎 这个人的个性呢 他也喜欢投资 所以他爱工作又爱投资啊 这是他对于这个钱啊 用钱的一个态度 或是赚钱的一个态度 他很有责任感 啊 那可是呢太阳又有分咯 怎么分啊 因为你看我们的命盘喔 哎这个比较深一点 我我重点讲啊 太阳它有分白天的太阳 我相信有些同学都会说 老师你在讲废话吗 太阳不是白天出来吗 可是就紫薇读书而言 它还有什么 还有晚上的太阳 它晚上太阳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出生的时间 是在晚上啦 或者是说我的命工的 我的这个 太阳的位置喔 是在晚上的地方啦 因为我们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嘛 那十二个时辰我切一半 是不是就是 哎我六个时辰是白天 六个时辰是晚上 那一定会有太阳 跑到晚上的时候了 好啦 重点不是这个 OK我先不讲这个 这个太太深了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们自己知道 我的太阳是白天的太阳的话 那代表就是你在赚钱啊 因为太阳在财富 太阳本身就是一直燃烧自己嘛 本来就已经燃烧了 然后又是在白天的太阳 那烧得更厉害 烧得更亮啊 所以赚钱会比较辛苦 如果说呢 你的这个太阳 是在晚上的太阳的话 那我赚钱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 好 那重点啦 今天不论是白天的太阳也好 晚上的太阳也好 其实都会有几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花钱的态度 第一个呢 花钱的态度上面都喜欢物质的享受 很注重物质的享受 但这个物质的享受很特别 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不见得啊 他一定是花很多很多的钱 去买一个豪宅 或买一个什么 类似像那个 Mazerati 不是 那他也不见得就是说 我买一件衣服 可能花了几十万 上百万买过 全身都是钻石的衣服 也不是 但是他注重什么 注重这个排场 这个排场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穿出去 我感觉我有一种 很有面子 很高贵的一个感觉 这个不见得是不好 我们有的时候 换一个角度去想啊 我们讲说真正会穿衣服的人 会把地摊货穿成名牌货 你知道吗 太阳 只要财伯公有太阳的人 他就有这个能力 但是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刚说他注重物质享受 所以他可能衣服 他会买很多件 而且财伯公有太阳的人 他会有一个习惯 我看中某一个款式 我比方说 红橙黄绿篮子六个颜色 同个款式 我通通买一件 为什么呢 他会觉得 我觉得我穿起来很OK啊 可以把我个人的品位 给凸显出来啊 而且呢 虽然它长得一样 但是它不同颜色 所以它不同款式啊 但关键是什么 这样子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的钱啊 就留不掉了 一点一滴 就留不住了 就一点一滴 这样子往外留掉了 这是第一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 其实啊 太阳星 我们要想一下太阳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太阳它永远是无私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所以为什么会说太阳星啊 其实它也是这种 家庭观念非常强 家庭观念很强 所以只要命宫有太阳的人 基本上 就是都会很照顾自己家里面的人 那这种概念如果放到财博宫里面 它会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也就是说 你在花钱的态度上面 你花钱的这个我们讲说 目标人物上面 你会把钱回馈给自己原生家庭 比方说最常听到了 姐姐在外面赚钱供弟弟读博士 太太在外面赚钱供先生创业 爸爸在外面赚钱供儿子出国念书 这一类的 就是说我刚讲的 这个以太阳星而言的话 他家庭观念很强 责任感很重 而且刚刚也说了 其实他工作能力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很喜欢投资 可是你会发现他这样投资投资投资 他有很大一部分的钱 他不见得是花在自己身上 他是花在家人身上 但是也是因为 这样子会导致说自己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到最后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人当冷静下来的时候会想 我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谁 我自己都没有享受到 我都是回馈给我的钱 都是回馈给我的家人的 那你说呢 现在有很多种社会的新闻 说什么 说什么 我供你读博士 我供你去创业 我供你干嘛干嘛干嘛 结果最后你不感谢我 反而倒过来咬我一口 这个就是心 就是伯良伯良的 是不是 所以要提醒 就是如果说你的财宝有太阳星的话 你在花钱的态度上面 第一个呢 我会希望你们 你把自己博爱的精神 对家庭的这种责任 你必须要适当的你要去做一些区隔 或者说你要去适当的去做一些比例上的分配 爱家无可厚非 孝顺 OK 你想要照顾子女 照顾你的兄弟姐妹 毕竟自己的亲人嘛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这个比例 你不能够超过自己 或者你不能超过自己 新组成的这个家庭 举例来说呢 假设你一个月很厉害 你赚个十万 那我建议你啊 你分配给家里面 你顶多百分之三十 最多百分之四十 就OK了 就OK了 好不好 人嘛 最终你还是要多为自己想一点 太阳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你到一个程度就OK啦 最后 你还是要回归自己的生活 你除了自己要照顾好之外 也许你还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咧 对不对 好吗 那所以这个是针对 如果财博工有太阳星的咯 好的来 在接下来 我们继续要往下看另外一个主星啦 所以来 缘分是 如果你的 因为刚刚缘分说 你的财博工是太阳化路嘛 那所以缘分 你在用钱的态度上面 那我就建议你咯 就建议你可能在比例上面 需要做一些取舍 要去做一些分割 我们毕竟赚钱 你说活馈给自己的原生家庭 无可厚非 但其实我觉得 我们以长远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要 回归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家庭经营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下一个主星 来准备咯 朱莉说 老师我看下集直播 要延续今天的 哈哈哈哈 对啊 现在才讲三个 对不对 我看子鸡 就对啊 下一个主星 我们要讲谁呢 讲五曲 来有没有同学 财博工是五曲的 有吗 财博工有五曲的 请回答我 其实财博工有五曲 我蛮羡慕你们的 紫微斗树里面喔 其实有三颗星 才是真正的跟 我们讲财富有关系喔 真正 真正 有直接关系的 就三颗星 五曲星 天府星 太阴星 这三颗星才是真正的跟财 有关系 那当然你说其他什么 录存啊 话录啦 今天不讨论 我们今天只讲主星啦 只讲主星 有没有 财博工是五曲的 那为什么我说 那个五曲 我很羡慕 因为 紫微斗树里面 五曲代表了现金啊 代表了正财啦 其实我们真的 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 立了很多的目标 对不对 不管长期中期 短期的这个目标 其实最终无非 就是希望自己的收入 能够提升嘛 自己的财富 能够增加嘛 有吗 哇有咧 没分 恭喜哦 恭喜没分 好 以没分为例啊 如果说这个 五曲代财博工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财星入财博 也就是说 他真正的回到 他应有的这个位置了 这个很好 这代表就是说呢 在至少在命盘上面 这个现金的运势很畅旺 现金运势 美军的老公友 家瑜的老公友 哇 还有没有 OK 美育友 恭喜哦 就是现金很畅旺 好 那只要呢 你的财博工整体的状况 没有刹新的话 那你一定是怎么样 你一定是有钱人 好 现在重点来了 我常跟大家讲哦 就是说我们看事情 不要是看表面 大家听到有钱人这三个字 直接想到就是说 哦那你银行里面一定很多钱 哦那你的这个 每个月的收入一定很多 哇那你一定是住豪宅 住豪宅 开很名贵的车 其实不一定哦 为什么 因为我刚讲了 你有钱 但并不代表说 这个钱是你的 你有钱 并不代表说 你这个钱 能够留得下来 关键是什么 关键还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 去善用我们的钱 就是回到呢 我们所谓的这个 用钱的一个态度了 好 但不管怎么样了 我觉得就是说 财博工里面有无取啊 有无取这颗正财心 你至少已经比别人 多了一个优势 是什么 就是说你有钱 好我们只要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要 进一步去思考 就是说 哎我要怎么样 把我赚来的钱 给留下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好 那以财博工 如果有无取的话 通常在花钱的态度上面 很明显 不花小钱 不花小钱的概念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有一类型的朋友 有一类型的朋友 就是 买一双鞋子 我可能讲慢跑鞋好了 像我喜欢慢跑 买这个慢跑鞋 他比方说 现在台湾有很多这种 购物的网站 像什么 摩擦 擦皮 然后什么什么 PCX 之类的 有很多这种 购物的网站 然后就会上这个 购物网站 会觉得 货比三家不吃亏 其实每一双鞋 其实这双鞋 在这三个购物的平台都有 但是它价格 只差了多少钱 可能只差了五块台币 或者可能只差了十块台币 然后就会花很多时间 这个有没有包邮啦 这个有没有送赠品 可能花了一个小时 最后就为了那差价五块钱 才决定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说 算了我再多等几天 那你这一个小时就浪费了 但是对于财博公有五曲的人 他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他很简单 他只要看中了他喜欢的 比方说我喜欢一双鞋 但是这个鞋呢 他只去哪里买 他只去旗舰店买 他只去什么 专卖店买 他不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旗舰店卖的东西 他一定是正牌的嘛 而且呢 旗舰店卖的 我进去我有尊容感啊 对不对 而且我去旗舰店 是别人来服务我啊 那我买好了 我买完我就回家了 所以他花钱啊 很简单 他花钱就是花在刀口上 他不会花过多的时间 去做这个比较啊比较啊 比较来啊比较去啊之类的 但是你说这有没有好处 当然这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时间成本比较少嘛 而且这一类型的这个同学 或者我应该这么讲啊 就是 蔡博工有无取的同学啊 其实你们很多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放在工作 因为呢 你们非常的爱赚钱 那你会觉得我花太多时间 在这种选择啦 比较啦 你们就比较没有耐心 那当然这个就工作上面 时间成本 在消费的时间成本上面 你也把它省下来了 但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呢 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 你们在花钱的时候 因为你不花小钱 只花大钱 可是万一当你们失心疯的时候 失心疯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比方说接下来iPhone14 不是要出来的吗 我听说这个iPhone14 它的这个预购的状况啊 比iPhone13还要好很多很多很多 那你们会觉得哇 既然这个预购可能很难预购得到 那既然大家都那么想 那很简单 我一次预购个十台嘛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既然这个很好销的出去的话 预购十台 那我可以卖给我的朋友啊 或者我可以拿来囤货啊 之类的怎么样 反正你觉得我一定能够赚得出 一定能够转手卖得出去 搞不好还能够赚个差价 但关键是通常到最后跟你想象的 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那又或者就是说 诶明明这个iPhone14 刚开始一定价格比较高嘛 那有些朋友会觉得 那我多等一个月 或者我可能多等三个月 虽然现在iPhone14 可能好像号称要定了之后 要等三个月 两个月还是三个月才能够拿到 但是等到我这个 诶这个热潮过了 也许价格就降下来了 但那对于这种 嗯 财博公有无曲的人 他觉得就是 没必要省这个小钱 但是这个小钱 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说一笔无所谓 可是你一旦累积了五笔十笔之后 诶他就是变成大钱了 好 那所以啊 那就是建议咯 如果说财博公有无曲的这个同学的话 如果你们不希望 因为这种 呃 不喜欢省小钱 或者是说你只喜欢花大钱 而造成自己的钱留不住的话 那我建议 因为你们花钱的这种特性 就是非常的有阿萨利 而且你们在选择 你们自己想要东西的时候 你们眼光非常独到 你把这个魄力拿去干嘛 买房子嘛 啊 房子 我我常跟大家分享哦 房子呢 不见得 会很明显的增值 因为房子 那是快速增值的那个时代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但是至少房子它有很大的几率 它能够保值 这个保工保值这件 你要想哦 我一个月我收入了 比方说我收入一百万 但是我因为 我不喜欢省小钱 我花大钱 结果一个月花九十万出去 最后我只剩下十万 跟我房子 我买了房子 那我每个月 那我花大钱 我九十万拿去缴贷款 一个是买东西 那花掉了 也许你吃啊 喝啊玩啊 买手机啊 就这样花掉了 花掉就没有了 而且你的手机 随着时间的这样演进 它还会贬值 另外一个呢 是我一样是花大钱 但是我拿去缴贷款了 这个房子它贬值的几率很低哦 但至少你这九十万 它还是九十万 只是它转换成另外一种 不动产的形式 说不定你地点买得好 你可能过一年五年之后 它还增值了 差别就是在这边 不动产它是一个良性负债 我觉得大家这个观念 要做一些修正啊 好不好 来五曲的同学恭喜你们 奢侈 奢侈 我们也要奢侈的有价值 哦 给你们的建议 好的 来富婆 有富婆吗 YJ说 我命公有五曲 而且神经质 这什么都不懂啦 YJ你在讲什么啦 OK 好 下一个主星 Kandice 还在不在 Kandice还在不在 下一个主星 我们要讲 如果你的财伯公 有天童的话 来 财伯公有天童的同学 举个手 让我知道一下 来 Kandice 你一定要第一个抢头箱来举手哦 有吗 财伯公有天童的同学 我先喝口水啊 我等大家来回应 好不用客气 没分 财伯公 其实我刚讲了哦 财伯公 其实它代表的一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对于理财的一个观念 我们花钱的一个态度 代表我们一个职业的选择 哦 我们的Ria Ria 财伯公是天童 对不对 好 来咯 那以天童而言 我们大家都知道哦 或者说有研究子微读书的同学都知道 天童啦 它就是一个福星啦 它就是一个小孩心 讲小孩心好吗 好吧 我们就讲一个baby心好了 那我们想啊 baby基本上啊 都是很活泼啊 很天真无邪啊 而且这个可爱的这个baby啊 这个福星都是被大家照顾的 对不对 那你要想一个baby而言 那被大家照顾的话 基本上这种赚钱的欲望 这种狼性社会里面的 这种狼性就不会这么的明显 所以呢我们讲说 如果财不公的天童心的话 你在职业的选择上面 第一个你是适合稳定的 稳定的像是什么 为什么我学长叫你们刷一排笑脸 这什么意思啊 来 稳定的工作像是比方说像公家机关啦 或者是说我每天我的工作就是固定的啊 或者说我每天的工作都是按照公司的这个规划给安排好的啊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就是什么 如果说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可能性 我不认为说就是一定谁谁谁你不能够创业 但关键就是说创业的一个规模 创业的一种方式 那有些人是属于这种比方说传承的继承的啊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白手起家 一点一点慢慢这种工匠精神累积上来的 那像以财不公有天童的同学 如果说你们是从事创业的话 从事创业的话 欸是你说天童再命工也算吗 也算你可以参看啊 你可以参看 因为我刚说了 其实所有的工位都是围造的命工在转的 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很多人会万谈 会万谈说 哎呀我的财博工为什么不是舞曲啊 为什么是天童啊 你不要怪财博工 也不能说怪 你不能把这个全部只看财博工 你重点你要放在哪里 放在命工 他的一个逻辑应该是什么 因为你的命工是什么心 所以你的财博工才会是这个心在里面 懂我的意思吗 要以命工为主 好啦拉回来 财博工若是天童的话 以创业上面 就会比较偏向要是白手起家 要是白手起家 好那所以呢 那因为这两个喔 刚刚讲的说在赚钱的这种心态上面 积极度上面 其实他并不会像别人这样子这么有这种狼性 这种狼性 所以呢 在物质的享受上面 一开始就说咯 财博工他也掌管了我们对物质享受的一种追求嘛 所以呢 对物质的享受上面 其实要求的也不多 就会觉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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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了啦 这个衣服其实干干净净 然后呢 看起来整整齐齐 ok了啦 那开车呢 安全啦 能够让我到达目的地 往返就ok了啦 不会特别要求说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中上 或者是说我一定要有多好多好 那听起来 这个不错啊 很懂得这个 很容易满足啊 很知足啊 常说知足常乐啊 哎 没错的确是知足常乐啊 但是呢 天同有的时候就是太过于知足常乐 所以呢 就是对于理财方面也会比较不积极 那财博工他也代表一个人理财的态度嘛 那有句话大家都听过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所以呢 你财博工有天同的话 那我可能每个月固定的这个收入 我就一点一点一点这样进来 那一点一点这样进来 那如果说我真的对于 假设啦 假设我对于我的人生有追求 我对我的人生有梦想 或者我觉得我希望 我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阶层 那我这种 不积极理财 的这一种 理财的这种心态的话 那你要达成这个目标 那当然就会比较困难咯 所以就会提醒啊 提醒什么 哦 还有哦 在提醒之前也要讲 那因为呢 不积极理财 所以通常财博工有天同的同学 在用钱上面 也是用的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奇怪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有 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诶奇怪 我这个月我没有花什么钱啊 为什么最后我银行里面 怎么剩钱那么少呢 为什么我的口袋里面都没钱呢 那又或者就是说 诶 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 啊 我们去网购 网购之后呢 诶快递寄来了 我就看到了 然后就会再想说 诶奇怪 我有订这个东西吗 我什么时候订的 你完全想不起来 但是上面明明是写你家地址 你的名字 你的手机号码 这已经百分之百就是你订的 但是你完全想不起来 自己什么时候订的 然后打开来看了之后呢 诶奇怪 我订这个东西 我买这个东西做什么呢 那这种状况 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在 财博工里面有天童的人 哈哈哈哈 所以啊 就要提醒了 那像财博工有天童性的话 这种花钱的态度就是会 比较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呃 比较没有计划性 那然后在理财方面的话 那比较不会去强迫自己去除去 那所以呢 针对以财博工的天童的话 就会建议你咯 要开始强迫自己养成储蓄 强迫自己养成投资理财 而且是要正确的投资理财 然后重点是什么 尝试着啊 尝试着去学记账 啊 因为你做记账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很清楚 我每个月 呃这个开销啊 到底是花到哪边去了 只要你有这个账 只要你有计划 你就有这个机会 能够把你每个月辛辛苦苦的收入 啊 至少不要无止境的往外面流 只要它能够停损 只要它能够止泄 我们就有机会 要慢慢的往上提升 啊 听到没有啊 Candice 啊 加油哦 主动 好嘞 来 呃别乱花钱 Baby Candice 哈哈哈 Spring 啊 OK Spring跟Candice 真的是啊 两个好姐妹 好了 来 那我们呃 再进入下一个主星啊 下一个主星 来 下一个主星我们来看哦 如果各位同学 看你的财博公 如果有出现连真心 有没有连真心的 有吗 有没有 来 同学们 有没有你的财博公是连真心的 有的话请帮我回答 好吗 请回答我有好不好 或是举两只手 好 或者打个yes OK 有没有 好 那我就 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哦 咳 其实连真心啊 连真呢 我们呃 连真其实他的定位哦 很尴尬 他就好像走在钢索上面 各位你们有去那个马戏团看过吗 那个小丑啊 拿那个平衡感走在这个钢索上面 对不对 哦哦哦哦哦 一下往左 哦哦哦哦哦 一下往右 连真心啊 他的一个状态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哦会在很多的紫薇斗书的这个书籍啊 或者在古书上面都会说 连真心他是一正一邪 就是又正又邪 邪是那个啦 不是歪头的这个邪啦 是那个邪叫就是阴邪鬼灭的邪 又正又邪的一颗心 那又正又邪的一颗心 你要想一件事哦 在个性上面 个性上面当然情绪啊 可能就会容易大起大落 一下好一下不好 那这种大起大落的个性 如果换放到财博工里面 他也代表 你的财博工 你的财务 财运的状况 也是容易会大起大落 那这个大起大落 既然我们知道 花钱的态度上面 有时候会大起大落 那我们就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做很多财务规划的时候 我们不要被情绪来主导 因为一旦被情绪来主导的时候 其实呢 他也代表了 就是很多时候 你花钱会花在不该花的地方 而且你的财运也会容易起伏比较大 但是我们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在花钱的这个方向上面 你是比较针对事业的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 事业也会容易大起大破大力 大破大力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我做一项投资好了 我的事业我要做一项投资 但这个投资呢 如果我没有考虑得太清楚 我被我自己的情绪来主导 很多的状况是这样子喔 就是说我就是一厢情愿 我觉得说我一定会成功 我一定会成功 然后做这个投资一定赚钱 别人跟我讲说多好多好多好 我都已经看别人 已经这个来回很多次 赚了很多钱了 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 而且这一次 我要一把 就把我之前赔掉的给赚回来 又一次shout hand了 这就有点被情绪带动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在这个运势上面 财务上面就会容易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这个要去多多去留意的喔 然后还有喔 就是如果说在财博公里面有连针的话 你们在心态上面 任何在花钱的计划上面 切记投机喔 绝对不能够投机喔 绝对不能够投机喔 可是我也必须讲 因为刚刚一开始就说了 连针它本身就是在这种稳定性上面 情绪的稳定性上面 本来就不好掌握不好控管 谁知道 各位同学 你们能够预测说 你明天早上醒来 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吗 没有办法预测啊 连针的情绪也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办法预测 那越是这样子 我就越建议啊 财博公有连针之心的同学 如果你自己本身 你是有自己的事业的 你是一个老板 你是一个创业主 或者是说你自己有在做一些投资 我建议你们 重心放在如何赚钱 那你们的 你们赚进来的钱呢 交给专业的经理人 或者交给你的另外一半 来控管 这样子你相信我 你能够把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入库或者留下来的几率 就能够相对的往上提升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让钱入库嘛 因为呢 财博公有连针心的 你们的赚钱能力 我相信绝对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通常应该这么说了 只要你的财博公是连针心 你的命功基本上一定有五曲 那五曲本来就是 这种所谓的正财心嘛 那你正财心对于这个钱 的这个 看重度上面 这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所以你会强迫自己要 强迫自己要努力赚钱 强迫自己要努力赚很多很多的钱 那所以呢 那 在这个前提 第一个要么我不管钱 第二个我就是把我赚来的钱 我不放弃交给别人的话 我就把它投入在不动产里面 两种方法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选择 看哪一种适合自己 但是不论是哪一种 其实对于连针心 财博公有连针心的同学的话 那的确呢 是能够 帮助你们去舒缓 自己在花钱态度上的缺点 但也要提醒哦 因为毕竟啊 连针心啊 它是一个 刚刚讲的就是 又震又邪的心 那这种又震又邪的心 你跑到财博公里面 如果啊 你可能在某一年的流年 有这个不好的信心跑进去的话 会容易 因为一些事业上的是非啦 或者是说 你可能跟别人在合约上面有一些争执啦 或者有一些官司的问题啊 导致你破财哦 或者啊 我们换另外一种说法 假如说你会容易破财 小宅 那如果我们要尽可能化解 这种 嗯 不好的疑虑的话 就像我刚讲的两种方式 把钱交给别人管 那再不然呢 你就把钱放到不动餐里面 这样子就OK啦 好吗 好那因为哦 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啦 时间的关系 那 以紫薇斗书的话 总共有14颗主心 那今天呢 我们用这个简短的这个60分钟 跟大家介绍了 六个主心如果进到了财博宫里面 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对于各位同学在花钱态度上面 会呈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各位同学 不妨 借我今天的这个内容 好好为自己来检视一下 因为有很多同学是这样子的 会觉得 不会啊 我觉得我都没有花什么钱啊 我觉得我是省钱女王呢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这个省钱女王一定是我 那因为自己从小到现在 你已经习惯自己的行为模式了 所以你不会觉得自己爱乱花钱 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花钱态度 好像 好像容易会导致自己这个钱留不下来 那可是 那可是 藉由这个我们直播的内容 你不妨就是冷静客观 或者是 不要担心不好意思 你去问问你身旁的人 如果说你有另外一半的 你去问问你另外一半的 你就抓着他的脸 啪 我现在我绝对不会生气 我很理性 我很温柔 你告诉我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爱花钱 你听听别人怎么说 好吗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还剩下八颗主心 还剩下八颗主心没有讲 那如果说没有讲到的这个同学呢 那也不要觉得失望 因为我一定会把所有的主心都介绍过一遍 只是呢我们把剩下这八颗主心的状态 我们留在下一次 那也还会有这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公位里面 会有双主心 双主心的概念是什么 也许就是说 我的财博宫有子卫加天福 那或者说 我的财博宫里面有太阴加天同 我的这个财博宫里面有五曲加破均 那这个又要怎么解释 就会在我们下一次的直播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OK好了 那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参与的直播 记得啊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直播的内容 对于认识自己花钱的态度很有帮助的话 趁现在先帮我把直播分享出去 Share 好OK 我们的Ariel说要等一周 所以Ariel没有中吗 没有中 你可以提前让我知道一下吗 我蛮好奇你的财博宫里面是什么 小三他已经自己招了 小三说自己是破均 哈哈哈哈 OK好 我很期待下一周 因为下一周要讲到小三的破均 小三你下一周你一定要上线 我会把破均在财博宫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那个没有讲到的同学也记得喔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也一定要看 好吗 因为我刚讲的一定会有双主心的这个组合 那庄主心也许就是说今天有讲到其中一个 但是没有讲到的下一周一定会讲 好的 那我们就下一周再见咯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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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